好,那我们再提示一下 我们今天谈淹水这个问题 对很多基督徒来讲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话题 因为回到圣经的历史来看的话 就是人类会淹水 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天灾天灾天灾 这大家都同意 淹水是一个天灾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同意这是一个天灾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强调一点 为什么说基督徒遇到淹水的时候 心情会特别的糟糕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本来是没有天灾的 这个当中很多人可能 我们知道罗亚方舟的故事 可是有一些细节你可能不知道 我跟大家讲几个观点 你不一定要同意 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 第一个 你知道有人认为说 罗亚方舟以前是不下礼的吗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当然我个人我没有那么同意 但是我也突然觉得说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想法 按照圣经记载 神创造世界的时候 声音上只有说 地上有烟雾上腾 就是说地上有雾 这是确定的事情 那地上有雾 天上有没有雨呢 这个是在 当然后来有雨 在诗篇里面就是很多过来描述到 上帝降雨等等 可是我们现在谈的是 洪水以前 那谁知道 这个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 用常理判断 OK 各位 用我们现在的常理来判断 洪水以前有下雨 这是正常的事情 那我只是提到说 有一些神学家 他们认为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基本上洪水以前 跟洪水以后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所以为什么我说 基督徒面对下雨 会有些惆怅 那么基督徒面对下雨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因为这个世界 因着连续下了四十天的雨 而导致整个世界 已经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怎么样完全不同 那就要牵涉到一个问题 这问题是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 旧约老师一定会要我们探讨的问题 就是到底挪亚方舟的洪水 那个淹没的是局部还是全部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 给来探讨的问题 我不晓得大家的看法 因为两种说法都有人说 有人认为说局部 就是说你要下雨下到 把全世界都淹掉 这不可能嘛 常理判断 对不对 但也有人说 你现在都是用洪水以后 还是这个论点 这个论点非常重要 创世纪一到十一章 他所描述的 都是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有人认为说 你不能用我们现在的经验 用我们现在的看法 倒推回去 说不可能 因为你根本是不知道 洪水以前是什么情况 所以我们对于洪水以前的情况 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 我们其实是一无所知 我们其实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真的只能够猜 有不同的猜想 所以神学家有不同的猜测 所以有人就认为说 洪水 它不可能是这么大规模 洪水应该只淹没 当时有人居住的地方 那马上又衍生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 那谁知道 当时有人居住的地方 是多大 所以用这样的角度呢 衍生出另外一派 他们认为洪水淹没的是 当时整个的地球 甚至有人认为说 那个洪水 它带来的灾害 甚至于说 是不是因为那个洪水连去这样下 而对整个地球 当时一个美丽的 你知道 就是一个原始的 没有被破坏过的 第一次遭到那么大的洪水淹没的时候 那产生了很大的破坏 后来再产生的破坏 都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 因为第一次一个好好的东西 你今天 比如说这个地球 今天洪水一冲击之后 啪分了什么四大洲五大洲 整个陆地的板块 就是这样子被冲击 因着不止洪水 洪水后续的效应 海水倒灌 所有的这些东西 对整个原本那个美丽单纯的 那个地球 造成了莫大的破坏 所以我们后来所有的破坏 都无法跟那一次洪水的破坏相比较 OK 这次我跟大家分享 有一派的论点 是这样子 那没有人可以证明 因为我们都不活在那个时代 所以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立场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 这个跟我们的基要真理 并没有相抵触 就是我们都认为是有洪水 但是那个规模多大 我们现在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那个严重性 那绝对是很严重 就算没有严重到我刚刚所说 把整个地球淹没 甚至于带来整个地球 神所造的伊甸园 最初那个美好的世界 那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就算不是那个程度的话 即使只是区域性的破坏 它依然是相当的严重 依然相当严重 因为声音上描述了 大雨在地上连续下了四十天 那你要想 连续下四十天 它所引起的整个大自然 连锁反应的那一个恶性循环 那个连锁的效应 那个可能是我们现在 真的是无法想象的 因为我们现在想象的 只能够以我们现在的地球环境 我们去做一些推演 我们的前提是不一样的 我们并不是在一个完美的 未曾遭到破坏的 那一个伊甸园式的 那个地球去推演 所以这的确会带来一些误差 这是第一点 就是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 不管你认为洪水是大规模 是全人类性 或者只是局部性 那这个是有很多讨论的空间 那么但是呢 我们必须承认 那么久以前的事情 当时的前提 当时整个世界的情况 我们不知道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知道的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知道的是 为什么会有洪水 我们今天不要去管 洪水以前有没有下雨 OK 这个也留给大家 各自有你的立场 但是为什么会有洪水 这个灾难 不管洪水的规模大或者小 但是我们都同意 洪水是一个灾难 那考古学家也发现 世界一些古老的民族 几乎都有洪水的传说 只是版本不同 那这可以理解 因为任何的传说 年代久远之后呢 加油天柱也好 野鹅传鹅也好 会难免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发展 但是基本上都有洪水 这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当时记载的时候呢 它都不能够算是一个大自然正常的现象 正常现象我们不会说是天灾 我们也许接受下雨是正常现象 我们不会说下雨是天灾 而是下雨 它的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下了很多 那我们才会说它是天灾 所以下雨本身 以现代人来讲 它是正常 它是全球气候调节里面的一个自然的制度 但是它下的雨下了暴雨 那这个部分就会量成天灾 所以当这个灾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 就代表说它是不寻常的 它不是应该这样的 它是不应该这样才叫做灾 那我们就要问天灾哪里来的 那就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当中 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谈的说 基督徒每逢遇到了这种下雨的话 就会觉得心情会格外的沉重 为什么格外的沉重呢 因为那个洪水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声音上记载 说上帝从天上观看 上帝看到世界上的人 用一句形容词 叫做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 这就是圣经描述当时这个灾难发生的背景 那这句形容词是蛮可怕的 就是每天眼睛一睁开 只要是显着的想的都是坏事 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 你说有这么离谱吗 真的会有 你知道很多这些诈骗集团 他们一群人聚在一起 每天就在想 想什么 我们怎么研发一些新的一些骗人的方法 研发出来就好兴奋说这个用这个一定骗得到 这一定会有人相信 他们很兴奋 他们每天聚在一起就是想我们怎么样去骗人 诈骗集团就是在这样做 诈骗集团不是他每天做好事 他每天生活过得很好 突然有一天灵光想说 我骗人家一家不知道该多好 不是这样子的 你这样子很不专业 那个诈骗集团就是 一群人聚在一起 每天都是在想这件事情 这是让人家觉得很傻眼 也让人家觉得很难受 骗人的人每天想怎么骗人 报仇的每天想怎么砍人 然后想怎么样欺负人 那你知道有一些在学校霸凌的那些坏同学 每天就想我今天学校我要怎么欺负那些弱小的同学 我要怎么欺负那些新来的 我要怎么就是在做坏事 你就发现人坏到一个程度 他可以像圣经所描述的 终日思想的从早到晚 竟都是恶 想的都是不好的东西 绞尽脑汁 怎么样欺骗拐乍偷 一个小偷也是每天在那边巡逻 就是你想我怎么样可以偷进这个人 然后不要被发现 我怎么样可以偷进那一家 我怎么样 他每天都在想这种事情 所以圣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可怕的画面 说当时的人 终日思想的尽头蛇 而且已经形成一种文化 这真的很可怕 就是 劣币驱逐良币 就是当所有人都这样想的时候 你会发现 因为你要知道人是受教育的 这是为什么今天全人类这么看重教育 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去读好的学校 因为一个人受了不同的教育以后 他会成为完全不一样的人 这是大家一定要承认的事情 耳濡目染 梦母三千 你在那一群人当中 久了以后 你会鸡飞成事 这很可怕 当大家都认为这没有什么以后 你就觉得没什么了 我们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吗 今天以前我们觉得说 一个男人 他今天不照顾他的妻子 他有婚外情 这是很糟糕的事 一个女人不守护到也是很糟糕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当整个社会 大家越来越觉得也没那么糟 这也没什么的时候 所有人的道德标准可以同时降低 可以降低到大家见怪不怪 可以降低到大家觉得没什么 反正现在人都这样 就是说人的道德标准不是绝对性的 如果是绝对性的 就不需要法律 可以吗 这句话我们再重复一次 人的道德是相对不是绝对的 如果人的道德是绝对的 就是没有法律 我也知道什么是对错 那现在就不需要法律了 为什么各国需要法律 因为人的道德是相对的 就是你要告诉我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 你开车你告诉我开100 那我就开100 你告诉我开120我就开120 你告诉我开110我就开150 这就说相对 就是说你怎么规定我怎么做 这叫做相对 什么叫绝对 你都不用规定我也知道怎么做 那这叫做绝对 所以我们就发现人的脑袋 在人对是非善恶 某些事情上 我们并没有那么绝对 我们需要教育 我们需要法律 然后来约束大家 因为人的脑袋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 圣经讲的不可能 因为圣经是记载 挪亚当时造方舟的时候 他邀请所有的人进方舟 但是那些人都拒绝他了 所以到最后只有挪亚一家八口 所以有人就在开玩笑说 我们今天写那个船 船就是一个州 然后八口 蛮有意思的事情 这叫做船 就是在讲挪亚方舟 不过我要先讲一下 挪亚方舟不是船 你说挪亚方舟不是船 难道是飞机吗 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船 船第一个 他可以控制他的方向 我们才会说要做船 第二个他有动力 不论你是帆船 你是马达 你是引擎 不然你有一个甲 你没有动力 可是方舟不是 方舟不是说 弄一个很大的船 然后里面有一个洞 然后挪亚在里面 跟他的几个孩子在那边 努力的滑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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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子 基本上方舟他撑不上船 他只是一个漂流在海上的 巨大的木盒子 可以这样说 他分了三层 然后里面收留了很多的动物 所以方舟 严格上说起来 他跟今天我们所认知的船 那是不一样的 不勉强 他的功能 你可以说他是船 广义的来讲 你可以说他是船 可是很多专家就会说 哦 你误会了 方舟不是船 所以从严格的定义来讲 方舟他不是一艘船 所以当时挪亚邀请大家说 你们进到这里面是一个避难所 但是大家都拒绝他 因为他们不觉得 所以我们可以说 当时的人没有危机意识 当时的人不觉得我做坏事 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台湾 大家一直在arguing的 就是说 我们的这些诈欺 我们的很多的罪 判得好轻哦 所以呢各国犯罪的人 都到台湾来犯罪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犯罪的没什么嘛 骂一顿官家出来 又是一条好汉 官的时候还不用付钱 蛮不错的 福利还不错 这当然是一种讽刺 那就是在讲到说 当你没有足够的法令 当你没有足够的这种 罚则在那边的时候 人是可以不怕的 那当人不怕不怕不怕以后 罪恶感降低 道德感也就降低 所以弄到后来 所有人觉得犯罪没什么 犯罪实义为常 那这就是挪亚的时代 上帝从天上看 说哇 糟糕 像传染病一样 全部都坏掉了 每天思想的 尽都是恶 算是说 哇 那这样怎么办 那这样子不行 那这样子的话 很快这个地球 就会毁灭掉 所以我们就知道 洪水 它是一个 手心手背 一黑一白 它是一个双重的记号 第一个 它代表的是 上帝对罪恶的零容忍 它第一个代表的是 人做错事情的时候 是会遭到处罚的 可是呢 它在洪水当中 它也带来了救恩 那就是洪水过后 上帝就告诉 挪亚说 我用天上的彩虹 跟你立约 说我不再这样处罚 因为你们的罪太严重了 我才会是打屁股 我答应你 我不会再打 这么用力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在惩罚过后的一个 救赎的保证 因为对一个 刚刚被处罚的小孩来讲 你现在还要跟他讲道理 他已经害怕到不知所措 他没有能力再去听你讲那些 那些正确的 不得了的大道理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不要再打我了 不要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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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不要再打 可不可以再打 他已经忘记他为什么被打 他已经忘记他哪里犯错 他只知道被打的经验 是可怕的经验 那所以上帝就知道 好 第一件事情 上帝说 上帝不是说 知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不是 上帝的第一句话做是说 不再打了 好了 安静我不打了 你不要再哭了 我不打了 所以呢 是这样的情况 那上帝就说 来你看天上的彩虹 就好像跟一个小孩子讲话 说你看看 你看彩虹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你下次不要这样子了 可以吗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妈妈不打了 妈妈已经不打了 可以吗 可以吗 安抚 所以上帝用彩虹 作为一个记号 跟人类说 我不会再打 就是说 神就应许 我不会再用水 毁灭世界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调诡的一个情况 一方面我们看到淹水的时候 我们会回想起 这个水患 是因为人类破坏了原本这个世界的定律 是因为人类犯了罪 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 这是罪的根源 但我们绝对不会说 那刘牧师你是说 这次我们台湾淹大水 我们是台湾是犯了什么罪 那倒不是 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洪水的故事 就是提醒大家 说不要忘记 这个世界本来跟人的关系是友善的 下雨是不会淹水的 那人也有智慧 不要盖房子在会淹水的地方 这个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 可是今天 当发生淹水的时候 我们都要检讨 就是说人没有好好的管理 所以人的罪 导致于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大规模的淹水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 里面有一个安全感 那就是上帝有说 再也不会连续下40天把世界淹没 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一个 在不幸中的大幸可以这样说 在我们想到洪水的 惨痛的记忆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一丝丝的安慰 就是说 至少上帝有答应我们说 好了我不会再用洪水淹没你们了 所以就像我们这几天 整个台湾 在淹得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我们就知道说 不会 与有停的一天 不会这样永无止境地下下去 因为上帝承诺 他不再用水毁灭我们 所以这叫做洪水过后的救恩 那这就是整个圣经里面核心的价值 就是人难免会犯错 而人犯错的时候 你要上帝装聋作哑 不表态 那也是很怪的事 上帝对于人的罪 神总是会有反应 那因为这个已经是几千年下来了 已经是形成一种 天人之间的这种恶性的循环了 就是我们一直不听神的话 神讲了我们也不听 我们还是这样做 已经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已经这个病已经拖很久了 你已经不能够说 是你昨天吃什么东西吃得不好 你现在变这么胖吗 你现在身体这么好 是因为你昨天吃了什么吗 这不是你昨天吃了什么 这是一直以来你怎么吃的 OK 所以我们也不能问 说哎呀这次台湾咽大水 是我们台湾最近做了什么 这个逻辑也不通 我们并不是一直奉公守法 最近突然间不乖 所以就被处罚 那若是这样那解释不通 可是如果我们回头想一想 整个人类从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就在自相残杀 然后我们在整个商业操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都知道贫富这么悬殊 我们都知道那个有钱人不是钱 你都知道那个穷人 他简直苦得不得了 他连营养午餐他都给不出来 这个世界已经是扭曲得太厉害 所以当扭曲得这么厉害之后 今天出现一个淹水 你突然说我是犯了什么错 上帝老天这样处罚我 那这个逻辑是不同的 对不对 所以而且你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上帝也很爱台湾 我们就说今年就好了 今年有多少台风转向 你有没有想过 今年有多少原本可能会对我们带来灾害的台风 都转过去了 有了到菲律宾 有了到日本 有了反正就到别的国家 到别的国家以后 对那个国家带来很大的灾害 对不对 你说这个热带性地气 这些是淹大水 之前在这个夏威夷 也是带来大的问题 那你说 那夏威夷最近犯了什么罪 那菲律宾犯了什么罪 日本犯了什么罪 这个已经 人类历史演变几千年到现在 你不能够忽然说 这个洪水 就像我们最近犯了什么罪 所以来这个洪水 大家明白这意思吗 今天这个天灾 已经是人与大自然的不balance 已经是一个长时间 而带来的丫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不是 为什么雨降下 为什么气象失准 今天喜马拉雅山的冰融化了 今天北极的冰融化了 今天整个大自然 在人类的不断的暖化的情况下 已经这么严重了 那还有一些国家 就是美国嘛 海里面还有很多人说 没有全球暖化 骗人的 你怎么相信那种鬼话 就是还有人他觉得 没关系 我们废弃灶牌 放我们反正继续浪费 继续污染 你有什么话好讲 我们把地球弄成这样 都已经大自然 已经是气到 北极熊都饿死 全球已经气候 所谓的极端气候 你要还在骂 气象预报不准 他要怎么准 我们把地球弄到 他都不正常了 地球都袖斗了 然后你现在骂说 我们的气象不准 气象做我准是观察以前 正常的时候的数据 归纳出来的科学结论 他现在他袖斗 他现在跳针 他现在当机了 我当然我不准嘛 所以就是说 全球的气候 现在已经气象局 有时候也已经束手无策 他的预测 很难很准 那你说 我们就讲台湾好了 真的很好笑 放假也骂 不放假也骂 有时候我就觉得 那到底是要怎样 人就这么现实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大家冷静的想一想 只要跟你的利益有冲突 你就开始是骂 没下雨 没下雨你放怎么下 也骂 说没有达到标准 我们不放假 不放假 雨下这么大 你不放假 就是我们好像一群 只会抱怨抱怨 我想这个 不是很明智的做法 我们应该冷静一点 我们应该理解说 不管蓝绿 那个政府 他其实很为难 他其实很努力的 想要去 找到一个最合适的 但是气象预报 不准 这个不准已经是 不是谁的责任 这已经是整个地球 发出的一个警讯 所以我们说 今天还在话题 是蛮沉重的 就是说 洪水让我们想起来 人与大自然的相处 有太多 要反省 要检讨的 但是 不要忘记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这些灾难的背后 永远都是有救赎 永远都有救恩 所以你看下了四十天 那多恐怖 下了四十天之后 神还是放了一个彩虹 说永远 我不会放弃 我在掌权 永远不会失控 不管你感觉多糟糕 这世界 依然在神的手中 而且神最后依然伸出手 所以那个鸽子出去以后 他还是会叼一个 象征和平的橄榄叶 他是会叼回来 因为那时候 下雨下四十天 然后水在地上一百五十天 下了整整 就是那个水淹了五个月 我们现在台湾 淹五天 所有人都崩溃了 那你要想想看 淹五个月 这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洪水以前 人是不吃肉的 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 洪水以前 神说 你们是吃蔬菜水果的 是洪水之后 神说好吧 这个世界已经变成这样 你不是动物 动物也吃你了 神就说 你们已经把这个世界 搞得很乱了 神说好吧 那我现在允许你们 可以吃动物 所以本来神的计划 人不吃动物 那就是人自己 带来的这些东西 然后上帝变成 一直一直在让我们去 要去给我们回改的机会 一直要人能够回头 那整个人的历史 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 神找人的一个历史 所以我们真的是 很希望洪水大家难受 可是我们希望大家也谦卑一点 就是说承认我们的治理 甚至我们就不要讲 这里面还有是不是有弊案 拿那么多治水的钱 就是天灾人祸 人谋不脏 天作孽还是自作孽 这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 OK anyway我想基督徒 千万不要幸灾乐祸 尤其因为选举要到了 有时候大家就 会利用这个议题去发酵 我觉得这是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苦民所苦 大家今天我们都在同一个岛上 你说我们能够南北切一半吗 把这个岛里面飘你们的 我们扶我们的 就不可能嘛 所以我想大家还是 我们多一点爱心 多一点包容 那我们回想整个洪水的故事 我们甚至检讨 我们也承认说 我们真的是需要 改变很多我们生活的方式 就是给我们有智慧 那我们也是祷告说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 就将来神会来改变它 最后讲一个小的点 大家想一下 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 你相信这个世界会结束 因为它不结束 它不知道怎么走下去 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其实不是毁灭 世界末日是重来 是神让这个世界重新来 并且重新来以后 是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 那这是基督徒所相信的盼望 你可以不相信 你不相信世界毁灭 你相信世界生生不息 那你只剩一个选择 那就是世界没有毁灭 但是一定是越来越早 只有两个选择 各位冷静点想一想 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世界会结束 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这是有盼望的选择 第二个世界不会结束 它会一直这样下去 但是它一定是越来越糟 越来越热 越来越坏 那是我们要相信的吗 这是我们今天在洪水当中 要提醒大家往上看 洪水是让我们看彩虹 洪水是给我们带来救赎 而不是带来灭亡 而不是带来毁灭 好吧 好我们也来为那些 在洪水中的灾民来祷告 我们求主让大家都要学会 政府也要学会 人就是一直在学功课 从错误 从天灾中来学习 好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要来仰望你 求你带领 我们向你承认 我们真的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把这个世界 管理的不是很好 就当我们很多人 我们在淹水的痛苦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自然反应就是 去责怪 责怪政府也好 责怪这些 甚至怨天 这块上帝 我们有各种的情绪的反应 但我们很少谦卑的想 这个世界你交给我们的时候 它不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将来也不会是这样的 你会来管理 可是当你来管理的时候 我们在哪里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求主教导我们 有一颗谦卑柔软的心 我们在淹水的过程 真的很不舒服 但是我们就要想到 过去人类因着自己的败坏 不是某一天 而是长时间 我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导致于连续四十天的下雨 而今天只要下四天 我们都受不了 淹五天我们都受不了 我们想到以前淹五个月 所以主啊 你让我们真的要常常从历史的记忆中 我们学到对的功课 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脚步 我们也谢谢主不撇下我们 不管怎么样 你依然让这个世界充满希望 因为你让雨后有彩虹 我们就为着所有这些蒙受损失的 还有很多因着这个打击 而觉得前途无望的人祷告 不管怎么样 天无绝人之路 总是会有一条路 求主让我们能够活在盼望中 也求主让政府真是要拿出魄力 政府要知道 怎么样来解决老百姓的困难 求主让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和平之子 而不是吵闹 而不是不断地引起 引起对立冲突的一群人 所以求主给我们有智慧 赐福每一个朋友 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